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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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贵妃娘娘 因为之前 徐姐姐跟萧劫瑜 多有一些争执 让徐姐姐心里面 感到很是不安和愧疚 所以 特地准备了一些安太的补品 让媚娘给萧劫瑜送过来 还请萧劫瑜向那 你跟徐婕瑜可真是有心哪 可我怎么记得 这你们初进宫时 对我们家强儿 可没那么亲热啊 就是因为之前 与萧劫瑜有了太多的误会 所以今天才特此前来 以表歉意 希望 可以跟萧劫瑜 化干戈为玉帛 想不到武才人 也变得识食物懂礼数了 不过 这乾香宫有个规矩 你可能不知道 这外面来的食物 万不能流进宫里 不过 姨母 既然 武才人和徐婕瑜 这么有心 那咱们不吃 也看看吧 好吧 你想看就看吧 真是有劳武才人费心了 有姨母为我打点每日膳食 不须武才人 再劳心照顾 淳阳 把这东西 拿下去倒了吧 强儿 也该倒了歇息的时辰了 本宫就不打扰你了 武才人 也请一道回吧 妹娘 妹娘告退 原来太子殿下并未杀衬心 而是将她藏在盲山 什么 太子殿下去盲山 是为了去找衬心 姐姐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是太子妃告诉我的 我已经让她尽快通知魏征大人 务必要在陛下知道 此事之前杀了衬心 方能解此畏惧 这样最好 可是姐姐 你怎么那么确认 陛下马上就会知道 衬心未死的消息 只因太子妃告诉我 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太监 送信给她 她才知道趁心未死的 太子自以为这件事情 做得天衣无缝 其实早被人盯上了 对方送信给太子妃 无非就是希望激怒她 让她向陛下告发此事 隐藏自己 借刀杀人 若是她发现太子妃并未上当 相信接下来 就会直接向陛下传递消息了 如此说来 在卫大人还没有解决到称心之前 我们一定要拦住这个消息 千万不能让陛下知道 正是如此 姐姐 现在陛下可是在镇武堂 是在镇武堂 没错 但是等一会儿 就会转往御书房去批乐奏书了 这样最好 我们兵分两落 我先去镇武堂陪伴陛下 一会儿 正好是你在御书房当职 陛下若是一会儿到了御书房 无论如何 你都要拦住 这趁心未死的消息 唯有如此了 无形草 stron小雅 方公公 我有急事 想见一下陛下 真是不够凑巧 陛下 今日义政以弊 方才 已经一架御书房了 什么 多谢 卫大人 启禀卫大人 太子妃有十万火急的要事相商 请赴玉花园龙爪槐树下一续 知道了 今天轻松了 这奏书只有平宿里的三成 臣妾手边的 也都全数超越完毕了 这碗甘露羹朕还没动过 你把它喝了吧 臣妾倒宁愿看陛下喝呢 喂一碗羹汤 谦让半天 这 这简直就像是个落魄人家嘛 陛下您说笑了 怎么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其实 臣妾一直有一个心愿 便是某日得闲之时 能够跟陛下一起 在玉花园里闲情漫步 好啊 这又有何不可嘛 朕今日就了缺了你这心愿 谢陛下 走 好 若朕没记错的话 龙找怀应该在那点儿 臣妾一路随心闲走 根本就没有注意方向 你看清楚了 确实是称心 我看得没错 定是称心无疑 可是他明明已经死了 他没死 现在正办做一个西域牧者 躲在芒山山谷之中 殿下他骗了我们 不 殿下肯定是被称心的花言巧语 给蛊惑了 卫大人 卫大人 您身为太子时 可一定要为本宫做主 杀了那个蛊惑殿下的 奸邪小人趁心 太子妃请起 此事自有微臣谋划 太子妃放心 碧 阿姨 妹娘 陛下临时起义去了御花园 我来不及拦阻 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 以前我有个心愿 有朝一日若成天子时 定率数万骑长奔全城 举行狩猎大殿 现在想想 这想法可真是无趣啊 多年的狩猎 还不如这几日 牧羊的时光来得惬意 殿下此番为我冒了太大的风险 不值得 你放心吧 我每日都会在刘蕴寺露面一个时辰 其他时间 便是我在寺内的禅房里 诵经礼佛 为父皇祈福 谁知道 其实我是与你相聚 这芒山离长安太近 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越危险的地方 越是安全 就算是父皇和魏征老师 也一定没想到 我用礼带桃江至己救了你 更把你藏在这长安的紧郊 你若现在急着回去 反而会有麻烦的 我的探子回报 说你母亲居住的老宅附近 出现了一批陌生面孔 你就多待一阵子吧 再多陪我风几天 过了这几日 我便回长安做个称职的太子 而你 就回漠北做你的牧羊人 再也别回来了 陈欣 你我成为智友是后来的事 你可知道 当初为何在一群奴隶当中 我偏选中你 替你赎身吗 陈欣虽然读书不多 但我也知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缘分 其实我一直搞不懂 殿下为何如此厚爱陈欣 因为你很像一个人 是我儿时的玩伴 儿时的玩伴 那他现在多大 像我三岁 可他现在已不在了 他为何人 他叫承训 你的梅宇之间 跟他有六七分相似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何止是他 承道 承德 承名 承义 他们也都不在了 看难道 没错 都死了 在玄武门之变当天 一夕之间 被我父皇跟雨林妹杀得一干二净 他们都不在了 此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殿下就算是为了自己 也该释怀了 来 我越是想忘记 却越是记得清楚 却越是记得清楚 承讯已经走了 我不能再眼睁睁 看着你走上绝路 就算是要我豁出一切 我也一定要保护你 让你陪我 照顾 明年 王爷 那边应该就是 芒山方向吧 正是 着实一个好天气啊 只盼着今日 能够顺风顺水 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放心吧 王爷 这次咱们算无一策 安排妥当 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发生了 好 那就好 多少年来 我从来没有像今日这么轻松 当然 也从来没有像今日这么难受 毕竟是失职恋心的兄弟 成前要有不测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王爷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您无须忧伤 对了 王爷 这是家母 托我给您带的蜜蟹 是这亲手做的 让我给您尝尝 有劳你母亲了 这些年多亏王爷照顾家母 又送钱又送物 家母的身体才有所好转 所以母亲一直叮嘱我 一定对王爷知恩图报 尽心辅佐 鞠躬尽瘁 死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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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你如同兄弟 这些话就不必说了 先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待会儿 我来找完 鞠躬尽 吃 你便是真心 草民 拜见陛下 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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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头来 看着朕 朕见过你吗 草民见过陛下 但陛下不曾注意草民 如今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所有的过错 都在陈欣身上 与殿下无关 事已至此 再做一事中仆 未免有些晚了 我不是殿下的仆人 我们是朋友 朋友 你害的城前毁掉了清玉 害她犯了欺君之罪 这也是朋友所为 伟大的天克汗 见识也不过如此 世间多阿杂之徒 我们能做的 只是独善其身 问心无愧 难道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向那些陆陆之徒解释 什么是高山流水玉之音吗 面对朕 你还有这么多辩驳之词 倒也是个人才 可惜呀 大唐的太子 竟为这么一个祸色所累 陈欣 陈欣 殿下 别过来 快走 陈欣 陈欣 小心 陈欣 我杀了你 杀 杀 住手 你难道要为了一个男仆 杀了朕吗 父皇要怪就为儿臣 为何杀了陈欣 你为什么要骗朕 为这么一个废物 你知道吗 我若其他欲不顾 我余生再难心安 因为他很像一个人 像谁 承煦 陛下 此地除太子称心 再无别人 来 胡余生 想着 比如说 啊 했습니다 德鹣 ED 妹娘 这宫里没什么动静 或许殿下他没事 难说得很 武才人在吗 王公公 徐杰玉也在 老奴王德见过徐杰玉武才人 王公公 什么事 陛下有旨宣武才人甘露殿面圣 妹娘领旨 皇上 又在做善事了 对了 听说太子 此次在劫难逃了 七传煩我吧 都怪他挡着朝臣的面 欺骗父皇 父皇就是想保他也拿了 我现在只是希望 城前的好运已用尽 别再横出知己 那五妹娘进来如何 说也奇怪了 这个五妹娘 突然对强儿示好 还去乾香宫看过她一次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 再有所接触的 不 我倒觉得 让他们之间有来往 也许是一个机会 反正萧强是你的气子 生完孩子也就没什么用了 也许可以做一些安排 等到萧强难产而死时 顺势铲除五妹娘 既然这五妹娘 愿意和我那不成绩的哥哥联手 那我们就该将他们二人 一网打尽 这样构陷 真的可以置他于死地吗 以往 他都可以扭转乾坤 转危为安 更何况陛下正宠着他呢 可你别忘了 父皇是一位明君 他绝对不会将私情凌驾于法理之上 只让那五妹娘作恶的证据确凿 即便是父皇有心就之 也无计可施 再说了 你以为那女主五世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吗 其实啊 父皇没有忘记 舅父也没有忘记 那五妹娘自己也没有忘记 好 就像这堆火 看似就要熄灭 其实只要再加上几枚枯叶和几叶纸张 那么立刻便可成为有缘之火 这种尔虞我诈的日子 何时才能到尽头呢 还记得 我当初跟你说了什么吗 当然记得 你跟我说 你丧母 我无子 所以说 我魏王府和你为家合作 乃是天作之合 等到 我打垮成前 当上太子 等到 我登上皇位 你便可在后宫 随心所欲 那一天 快到了 那一天 那一天 真的快到了吗 我赢了 我来说 那一天 陛下 来 这是你的 第一次看见 陛下也有戒酒消愁的时候 你是说朕吗 陛下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没什么大事 死了一个人 这对大唐来说 未见得不是好事 朕刚刚做了一件 矫正太子德行 吻顾大唐江山的好事 朕没有什么可难过的 没什么难过了 可是看陛下的样子 明明就是心事很重 要不然 也不会那么晚把媚娘叫来 还在这儿 又点了一盏心灯 朝廷那么大 后庭那么广 但除了你以外 朕真真找不着一个 能陪朕喝点酒 待一会儿的人 朕就是一年 不然我都很想不去 朕快就在这里 明明就有过伤伤的 现在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就是 这盏灯 虽是因为城前而点燃 可幸好 死的人不是他 陛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死的人到底是谁 一个较称心的年轻人 朕刚刚斩了他的脑袋 在斩了之后 城前差点跟朕拼命 他告诉朕 他们交往是因为 辰称向他的堂弟承训 承训 是李建成的儿子 所以 朕见辰称的第一面 就觉得那么面熟 打那之后朕一直在想 这趁先杀的 怎么就不理之气壮呢 又似乎 他死的 好像也不那么罪有应得呢 陛下 陛下 你打算这一整夜 都要待在这儿吗 这儿有朕的敌人 朋友 往事 朕待在这儿 踏实 可是打从媚娘第一次来到这儿 就从来没有喜欢过 这里看起来虽然是光明满目 可是 却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好像这儿 除了鬼魂和寂寞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待一待就习惯了 可是媚娘不习惯 陛下 你酒也喝了 灯也点了 人也祭拜完了 再留在这里 只能是屠家伤感 走吧 媚娘带你去个好地方 来 走 走 陛下你看 像这样的天地辽阔 才是适合陛下的所在 答应我 以后 别再去那个压抑黑暗的小屋了 好不好 大哥 大哥 制奴啊 还是你最有良心 本宫现在落魄到此境地 你还肯来探望我 你 过来 殿下有何吩咐 便是你负责开押本宫 是否本宫有任何要求 都需你同意方可 殿下言重了 东宫依然是殿下的东宫 陛下只是吩咐 殿下不得善离此地 至于殿下想做什么 卑职不敢干涉 很好 很好 本宫想跟制奴喝酒 去拿酒来 还有 把所有的宫女都召过来陪我们 大哥 现在不是饮酒谈天的时候 外面都说你犯了欺君之罪 可是我知道 你一定是被冤枉的 大哥 你快告诉我 该怎么去向父皇解释 我才可以帮你求情 没什么好解释的 快去拿酒 殿下 晋王说得没错 不 还是别再喝了 我叫你去拿酒 是 今夜 咱们兄弟俩 不醉 不休 听说昨夜东宫不太平 这不是东宫 是芒山 看来那太白生 紫微落 并非空穴来风啊 估计那魏王要取而代之 魏王 今早自己都称病不朝 诸位又何必多嚼舌头 此事 还是等早朝之后 再议论吧 卫大人 昨夜异想未眠 气色不太好啊 卫大人昨夜异响未眠 昨夜长安起大风 可曾饶到长孙大人的亲蒙 刮风下雨乃天道是然 老夫从来都是顺势而畏 卫大人也不要为此耿耿于怀 我们都是黄土埋到腰间的人了 好多事情有心而无力 卫大人 还是以身体为重啊 王爷 启禀王爷 一夜之间 太子的门客已散了大半 他们有的离开了长安 有的来到咱们王府 说 盼能在文学馆谋过差事 王爷您看 这几个墙头草 留着何用 都给我赶走 是 派人盯着太子的洞下 每两个时辰向我报一次 是 王爷 王爷 你怎么才回来呀 说 朝堂上有什么洞下 属下刚刚打听到 今日早朝期间 陛下对称心一事 只字为提 怎么会这样 父皇没提 那房玄陵 楚岁良他们也没提吗 王爷稍安勿躁 陛下退朝前 点了多位骨功重臣 到尚书房议室 您想想 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事情 比费力太子更重要 更紧迫的呢 所以属下认为 众大臣 对陛下此举早有默契 所以才没有在早朝上 奏称心一事 一定是这样的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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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千万不能自玩真假 太子此番 一定会被废掉的 你说对不对 王爷稍安勿躁 您说的事 一定是如此 平常看到王爷 都是一副生龙火虎的模样 为何今日看起来 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你喝酒了 在借酒消愁 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东宫 想帮帮大哥 可他总是不肯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东宫 只是要我陪他喝酒 吴姐姐 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他又怎么会欺瞒父皇呢 你说是不是 这件事情 牵扯到太子的非力 乃是朝堂上最凶险之事 到底会如何处置太子 我想你父皇心中 一定会有所定夺 王爷 还是不要牵扯进此事为好 其实你大哥这么做 也是在为你着想 吴姐姐 智奴虽然无心正事 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 此事的风险我当然了解 可他是我大哥 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再说 若是大哥被重罚的话 最伤心的 只会是父皇 吴姐姐 你向来聪慧 能否给我一些建议 该如何帮不大哥 你真的愿意相信魅娘吗 当然 那就听我的 不要再管这件事情 也不要还未了解 此事的来龙去脉 就贸然去为你大哥求情 太子殿下 是真的犯了齐君之罪 我向你父皇定不愿更多的皇子 牵扯于其中 震奴 至于如何能帮到他 你容我再想一想 好吗 陛下 苏楼寒施主揽权大逆不道 朕可借此机会 兴兵讨伐北方叛军 从此北敬安逸 内谷叛军 不过是鞭仪剑类 不足待遇仁义 不可择一常理 楚大人 你应该知道 我们的计划是 行使反剑计 诱使断计杀了苏楼寒 方才兴兵北京 可如今 苏楼寒反而掌权 这个人不善治理侠地 但是行军打仗 却颇是一把好手 此刻出兵 时机大不妥呀 良机稍纵即逝 等那苏楼寒 稳定了叛军内局势 咱们远征而去 就更难有胜算了 楚大人也知道 此乃远去 北境苦寒之地的远征啊 此章胜了还罢 倘若是输了 则几十年 贞贯治下的积累 皆毁于一旦 要慎之再慎啊 两位大人讨论的 只是此战是否可行 未免看得不够长远 老夫另有一个问题 既然此次定下来 陛下御驾亲征 那么陛下离开长安以后 由谁来监国呢 魏卿的问题 问到点子上了 你 你